现在我们准备开着拖挂下山了 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这个雪天啊 盘山路走拖挂 也是一种体验 现在行驶在这个雪景里 真的是令人心旷神秘 好像到了银庄宿国的童话世界 我们现在的海拔应该是1700 在成功下到山下的时候 这个雪就会消散 但是下山的路并不是那么容易 我们可以看到地面上有很多这个 不能叫暗兵啊 就是明着的兵 这个兵面上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前面呢是一辆星洲星钢 然后牵引它的车呢 是一个福特全顺的底盘 这个车呢是一个两驱车 牵引一个八米长的星钢 而我的车呢是一个福特的皮卡Ringer 我牵引的是星洲二号 在我的车后面 大家可能现在通过画面看不到 但是事实是我也是挂着一个拖挂的 那我们两辆拖挂呢 一起去走这个环山公路下山 还是比较有挑战的一件事 马上要迎来的呢 是我们在这个雪道上遇见的第一个回头弯 看到前车已经打起了双闪 提示我们这一块一定要慢 但是对于回头弯来说 其实拖挂房车是没有什么这个可担心的 一般的回头弯都是可以轻松的去征服的 现在我们要做的只是慢 慢上加慢 小心加小心 好 我们已经成功通过了第一个回头弯 前方迎来第二个 接下来的26公里的道路 全部都是回头弯 弯弯严严的山间小道 这个地方我觉得真的 夏天一定要再来一次 在拉开一定距离之后呢 前车跑得更加的小心了 基本上是全程没有给油 而是让它通过这个发动机的怠锁 去限制整个车辆的速度 让它自然往下走的一个状态 我这边也是这样一个状态 基本上是不用给油 关于拖挂房车的刹车 很多朋友肯定也会好奇 这么长的一个东西对吧 在后面它也是一个重量 像这种陡坡 它能不能刹车呢 答案是可以的 先看前面的车亮起了红灯 这个就代表他们两个在刹车 整个这个新州的这个系列呢 用的都是撞刹的这个刹车系统 了解过爱科底盘的朋友们 应该都知道 它除了这个传统的撞刹的 这个传统装置之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爱科的这个ATC和EKS 分别是防摇摆和防侧翻系统 可以理解成咱们普通轿车的ABS和ESP 可以理解成这两个东西 所以这样也让我们在驾驭拖挂的时候 更加的从容 更加的放心 这两天我知道了一个小知识 就是海拔每升高100米 温度呢会降低0.7度 所以对于湖北襄阳这个地方来讲 我们现在的这个横冲景区呢 是在宝山县 那宝山县如果以汉江为标准 它其实是海拔1800米 这样的一个景区 在夏天的时候 它的温度呢 可以做到你酷暑难耐 但是在这个景区里面不用开空调 非常的凉爽 也可以说是一个避暑的一个好地方 那在冬季呢 就像大家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一番景象 如果我们做足了储备 然后也可以享受在这个雪域的这种房车生活 包括这个景区里面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这一次没有拍到的滑雪场 这个滑雪场还是比较大的 有一个初级坡道和一个中级坡道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特色 想象一下开着房车 在这个景区里面一住 每天出了门 换上装备 滑滑雪 也是非常的切 这一个滑雪场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它不是那种 很在意滑雪道的那种 感觉的一个滑雪场 因为一般的滑雪场可能就是滑雪道 然后人造雪 两边也没有太多的风景 但这个滑雪场两边基本上看到的东西 跟咱们现在看到的是一样的 就是成片的树林 非常的漂亮 如果刚好赶上这个自然的下雪 那也可以看得到这个 整个的这个美景 像我现在眼前的这个 有点像雾松的这样的一个笑容 树干上树枝上挂的都是白色的雪花 非常的漂亮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道路基本上已经脱离了这个雪线了 地面上也没有再出现这个雪的痕迹了 可能还是稍微有一些小暗钉 那这种时候还是不要放松警惕 还是要确保这个车辆的频道都稳定 这儿是一个非常陡的坡 可以看得出来 简直是一个向下栽的一个石头 这个弯道还是有一定的挑战 一弯又一弯 每一个弯道之后 迎来的是截然不同的景色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的白色的树已经消失在雪 取而代之的呢 是绿色和黄色的叶子 秋天在向我们招手 虽然我们上来了两天啊 但是我们感觉在这个城区里面经历了 起码有这个两个季节 秋季和冬季 这种壮色的搭配啊 冬季的这种白色 秋季的黄色 还有夏季末尾没有褪去的绿色 让整个的景区呢 非常的缤纷多彩 也是非常的好看 我们看啊 前面又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回头弯啊 新刚成功的通过 接下来就是我们 这个回头弯基本上是一个180度 可以从后视镜的视角看 基本上是一个180度的回头弯 所以我们在拐这个弯的时候 也是要比较小心 因为我现在车辆呢 画的是这个高速四驱 所以我准备 但是它的转向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我准备切回两驱 现在已经离开了去 我们就可以以这个两驱的 这样的一个模式去行驶行驶 插拨一则我们的小滴都吧 看我们滴都现在多乖 在主驾的后座上啊 给他铺了个垫子暖和一点 都说这个上山容易下山难啊 很多人担心这个 开着这么长的挂车 走这个山间的这个小道 会非常的不靠谱 非常的困难 但是依据我们现在的实现经历来看 只有不靠谱的司机 没有不靠谱的挂车 这样的一个小道上行驶起来 虽然速度不能很快吧 但是也是非常惬意和享受 经历了大约半个小时的车程了 我们已经成功的下到了雪线之下 正好这块是一个分明的一个雪线的界限 大家可以看到雪在上面 然后再往下就没有雪了 那也说明我们成功的征服了这一段雪中的山路 拖挂房车 跑山 雪中跑山 我们许像